就是判斷 其實大部分is都會配合if的函數一起使用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判斷什麼呢 判斷這個哪一個是不是空的呢 就是旁邊這個 裡面這個儲存格就是b2 它會判斷旁邊的儲存格 是不是有東西 如果有東西的話傳回true 反之的話傳回false 按確定 那因為呢 我們這個工程還沒完成 所以按確定之後 游標再停在if的地方 再按一下插入函數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公式就是這個 這是它判斷 如果呢 這個條件是true的話 那就給它什麼呢 空置串 沒有東西 因為旁邊空的嘛 那你就不要填嘛 反之的話呢 就填什麼 剛剛不是要剪下的動作 把剛剛的公式填上去就好了 用這個方式來判斷 其實還蠻好用的 有些地方的話 就可以達到自動化的目的了 因為你有填資料 自動跳出編號 感覺還蠻不錯的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 Excel 有些Excel的做法 我覺得這個方式 按確定之後 那底下的話呢 也是一樣在填滿 像在填滿 那預留看你要幾個 比如說我預留大概100個客戶好了 100個客戶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如果沒填東西就不會出現 如果呢 下一個客戶要出現的話呢 那我們按個Enter 它就出來了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達到一種自動化 那這個方式其實就是不寫程式啦 當然方法 解決問題方法很多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Excelank來做出我們要的編號 那所以這裡的話呢 總共需要有四個函數 四個函數 我想各位先試著把這個部分先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再回到消貨單這個地方 逐步的來看 我大概講一下好了 如果動作快一點的同學 可以試著先做做看 裡面的話 這個是No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用什麼 用資料驗證裡面 資料驗證裡面的話 有個清單 對不對 那清單部分的話 來源你們可以在旁邊這地方自己加上 123 然後日期的話是125 分別是最速件 極件 普通件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放在資料來源清單裡面 那點下去之後有個提示 提示部分的話呢 就是 標題上面有個交貨天數 然後呢 就是把這個地方的表格的資料 再把它提示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話 這樣就很清楚 下拉選單 一般的使用者 如果再不知道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當我按下了這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地方就會顯示出結果 結果 那訂貨的日期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天數 加上這邊的參照 那怎麼知道訂貨天數應該是哪一天呢 另外呢 另外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何避開 這個假日 因為你如果 到過天數 你不能說 剛好是六日 那不對啊 那六日又沒有上班 所以這部分怎麼避開 如果剛好普通天 五天 剛好是假日的話 怎麼辦 或者是 不一定是假日 剛好跨過假日 你要多兩天啊 六日不能算 或者國定下的資物 此類的 那這邊的話 怎麼做下拉選單 自己帶出來 帶出這三個 諸如此類 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完成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畫面先畫面給各位一下